Hello 大家好 我是Ron 之前就帶大家去了美國LA那裏看Mac的發佈會 今天全新2024年的M4 Pro MacBook套已經到上我的手了 這條影片就會和大家看看它究竟有什麼新的updates和新的功能 看回對上一次和大家分享MacBook已經是兩年前的M2 Max 這條影片就會拿M2 Max去挑戰一下這一部不算是最頂級的M4 Pro晶片 究竟現在在2024年夠不夠大家去做創作晶片用 我今次的這部MacBook Pro就是太空黑的16寸 配備了14核心的CPU 20核心GPU和16核心神經網絡引擎 RAM就去到48GB 而SSD就有2TB 就這樣看上去它的外觀其實跟之前幾代的MacBook Pro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是一模一樣的 由M3晶片的時候蘋果就加入了這一隻太空黑的顏色 拿起以前的MacBook去比較一下 這一隻就是太空灰 而下面這一隻就是太空黑 因為現在這個顏色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之型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是選MacBook Pro的話 應該都要選這一隻太空黑的顏色 在片頭也說過它今代的更新並不是太多 不過在硬件上的更新也是有一點的 其中一個想不到這麼大分別的更新 就是加入了Nano Texture的屏幕選項 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加了一層有少少磨砂質的納米塗層上去 令到屏幕不會反光 現在在我們左邊這一部就是用了Nano Texture的MacBook Pro 右邊這一部就是沒有用的 大家都很明顯看到它們的分別 右邊簡直是可以看到我的倒影 在黑屏的情況下 左邊這一部就基本上是完全見不到的 看到後面螺眼燈在這裡也看到 而這一邊的話是完全見不到任何東西的 以前的屏幕會有一層反光 但一去到這一邊的時候 Nano Texture就將這些反光完全降低了 它的效果我自己覺得就是意想不到那麼好 其實這個Nano Texture是由M4 iPad的時候 慢慢陸續蘋果就在它的新產品裡面加入 不會反光的屏幕就令到我們外出去用的時候會那麼方便 但有一件事就是我一開始其實有一點點擔心 這個屏幕變成一種磨砂質感 會不會很影響到我們觀看的體驗 因為以前我們都知道MacBook屏幕是很漂亮很銳利的 那加了會不會令到它變差呢 那答案其實我用完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後就發現 是一點都不會的 你觀看的體驗感覺是一樣 只不過是你看的時候 它會有一層更加實淨的質感在面上 每一個角度看下去 基本上你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屏幕 是不會看到任何倒影的 除此之外它的屏幕其實今代最高有1600L 就是在HDR的情況下 而在HDR的情況下 就由以前的600L提升到1000L 那當然都是給我們 可以在更加多不同的環境去用 不單止是在家裏 Studio 我們現在在外面其實都有一個更加好的試用體驗 除此之外一個大update就是接口 今代無論在M4 Pro和M4 Max上面 都是提供了三個Thunderbolt 5的接口 就由以往的Thunderbolt 4提升了 速度是可以去到120GB per second 這個是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是比以前快一倍有多的 之前在美國也和大家看過 它現在一條線可以接駁三個6K的顯示 以及用來傳送資料都會比以前快很多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 Thunderbolt 5的配件現在這一刻是挺貴的 但老實說其實以前Thunderbolt 4 我自己覺得那個速度和可以連接的東西 都是相當足夠的 這個Thunderbolt 5 可能在這裏就有少少overkill 之後一個都是挺大的update 就是更新了1200萬像素的 Center Stage鏡頭 我也知道其實這個MacBook的相機 大家應該是很少用 不過它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功能 就是用你Facetime 以及用你做一些zoom的meeting 今代除了畫質會變好之後 然後也有一個Center Stage的功能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 Zoom大一點的鏡頭 然後去做到一個Face Tracking的效果 即是你的頭 無論去到左邊、右邊 它的相機鏡頭都會Track著大家 令到畫面更加Dynamic 更加有趣 原理就有點像我們相機的Face Tracking 甚至是航拍機的Active Track 除此之外它也新增了一件東西 叫做卓相視角 即是說我們現在其實在Facetime 中的時候 也都可以有另一個Angle 去看到我們的手在做些什麼 例如可能你要畫一些公仔 你在Facetime的同一時間 都可以Show給你的朋友看到 不用拿起一張紙 再對給他們看 那麼麻煩 我們看完一些硬件上面的升級 我們現在當然要來個跑分 究竟現在這一代的Pro晶片 是否追得上以前的Max晶片 不要問為何不跟這個M4 Max去做比較 因為M4 Max一定會比M4 Pro 所以比較是沒什麼意思的 首先在CPU方面 無論是Single-Core或Multi-Core M4 Pro晶片分數都是比M2 Max高 分別是3882和22420 然後在GPU OpenCL 就發現它的分數是比M2 Max低 之後我也測試了 Blackmagic RAW Speed Test 還有Disk Speed Test 看到其實M4 Pro晶片 overall來說 表現都是比M2 Max更加強 當然我們說這些數字 其實都是紫上談兵 當然要跟大家去做些實戰 挑戰一下這個M4 Pro晶片的能力 是否追得上現在的潮流 接下來就會用這個Dafinchi Resolve 一個我現在用的Editing Software 去跟大家看看它剪片順不順 還有看看它的Export時間 對比M2 Max是久一點還是快一點 我們把所有的影片 印刷到Dafinchi Resolve之後 其實這一段是我包含了不同片 8K、6K、5K和4K的影片 在這條timeline上面滑走 你都很快看到它可以展示到 預測出來 我們馬上玩一段 這一段是4K GoPro 它是非常流暢 然後我們有航拍照 航拍這個是5K的影片 它也是很Smooth 然後我們有Panasonic 6K的影片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人們的動作都很Smooth 最後有8K的R3D RAW 它也是可以玩的 我們當然要試到Color Grading 我現在就把全部影片 放了顏色轉換上去 又給大家看看效果 完全沒有問題 4K的影片 航拍的影片 都是非常非常Smooth 然後去到Panasonic 當然效果都是一樣 最後R3D RAW 它也是出了一個Smooth的 playback 之後要看這一段 就是我自己做的一個Project 這一段就是我之前去日本 白馬行山的影片 整條基本上是混合了不同相機的Footage 這樣滑下去都是很順 有些位置沒有了 是因為我File Management很亂 所以不知道放了一些File去哪裡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的Clips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4K的相機鏡頭很順 然後一些航拍鏡頭 都是很順 這個是Action Cam的鏡頭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就來個Export的測試 左手邊是M4 Pro 右手邊就是M2 Max晶片 我們這次就會Export一條4K Timeline 就是包含了我們剛才8K 6K 5K 4K的Video 10分鐘 看看他們的時間有沒有分別 在4K 25格的Timeline上面 Export10分鐘包含8K 6K 5K 4K的Video Test入面 M2 Max用了3分23秒 就完成了整個Export 而M4 Pro就多44秒 用了4分07秒才完成 在這個Export Test上 雖然看到這個M4 Pro晶片是慢一點 但是其實它Overall的速度來說 都算是幾快 只不過都是撐M2 Pro 是四十幾秒左右 所以我猜大家用它去剪 甚至是Export一些4K片 問題都不會是很大的 是追得上 只不過為什麼我們剛才看這麼多的SPEC M4 Pro都好像是厲害一點 但是為什麼Export的速度會慢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SPEC 雖然M4 Pro晶片是有14核心 但是Pro晶片和Max晶片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GPU 就算是今代的M4 Pro晶片 其實它都只有20核心的GPU 去到以前的M2 Max 其實都有38個核心 今代的M4 Max就有40個核心 因為我自己用的Daventure software 其實是一個很靠GPU能力 去做一個Export的Software 所以我猜的分別就是 因為GPU核心不夠Max晶片多了 所以如果大家考慮買Pro晶片的時候 就要看看你自己 平時會不會做很多很需要用到GPU的東西 例如一些Graphic 或者是Title 或者是3D的東西 如果你要做得很多這一方面的東西 其實Pro晶片和Max晶片就會開始看到分別 然後我們也要看看它的電池壽命 今代的M4 Pro其實是有17小時的無線上昂時間 比起M4 Max是多3個小時 而在影片播放那裡就可以去到24小時 亦都是比起M4 Max是多3個小時 所以其實今代的話 在M4 Pro晶片上面是有一個更加好的電池效能 這件事我自己也有點被它嚇到 想不到現在是一塊不是旗藍級的晶片上面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最長的使用時間 然後在之前LA的影片那裡也跟大家說過 就是現在的MacBook Pro、Mac mini、iMac等等 都加入了Apple Intelligent的功能 現在我們在MacBook Pro裡面 就用到Writing Tour 一個幫助我們書寫功能 當然也有Chat GPT、Image Search 和Image Playground等等 一些新加入的AI功能 如果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去LA的影片 這幾件事我覺得都可以幫大家 在文書上面做更加多 除此之外 這部機裡面也有一個 Screen Mirror的功能 是新生進入的 它不單止可以把你手機的畫面 投放到MacBook裡面 其實你還可以在MacBook上面 操控你的手機 我們以後就算是手機屏幕沒有解鎖也好 其實都可以在電腦裏面 去操控手機 我們可能在工作的時候 就會更加專心 還有可能手機上面 有些東西要通過電腦 都會更加之容易 我覺得現在的M4 Pro 晶片 是絕對夠我們去處理一些 剪輯的任務 大家都看到它無論是處理一些 8K、6K、4K、不同K的影片也好 它在CPU的效能方面 也是追得上 甚至是超越了以前的Mac晶片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以前用M1 Pro 晶片 或者是M2 Pro 晶片的朋友 去升級這一部M4 Pro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也可以幫大家省下不少錢 但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GPU效能方面 它的GPU表現一定不會有Mac那麼強 到最後我們究竟 現在還需不需要這個M4 Mac的晶片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好看 告訴大家平時用它來做些什麼 如果你是簡單去剪一些影片的時候 無論是去到8K、6K、4K都好 其實現在的M4 Pro 晶片 都是有能力去處理到 很Smooth的看到時間線 但如果你做很多我剛才說過的3D 甚至是一些動畫的時候 就要留意這個Pro晶片的GPU效能 一定是沒有Mac那麼好的 所以大家就要明確這樣去選擇 最後就要說一下價錢 在我這個SPEC的M4 Pro 16吋上面 不便宜的是賣27,499元 而M4 Max的話在同一個SPEC上面 就是賣34,249元 當然大家最主要就是要看看 你們會不會加多6,000多元 去換取一個更加強的GPU效能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一下你對這部MacBook Pro的看法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去看更多旅遊攝影的資訊 我是Ron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